我是莫莫,一名在湖南的野门留学商 商后的互相文化低运 独特的蓬土人情 猪肉、石头 游人的香菜美食 都是我爱上这里的理由 跟着打卡多彩湖南,感受相当精彩 今天我来到了湖南流洋小荷乡新河村 这里是中国首当乡村占星综艺节目 云山的小店拍摄地 在网上很火 我们一起来看看 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小荷乡的祥江走廊 房间挺完美,挺漂亮的 好多各种各样的准菜 那么我现在也可以看到那里一个水果还是菜 那个菜是什么 那个是黄瓜 因为它现在的颜色变成了黄色的 它现在是留着黄色的种子 可以变成种子了 我这里看到了 是辣椒,小红辣椒吧 对,这是小红辣椒 这种辣椒也可以用来晒干 也可以就这样炒着吃 还可以做成泡椒 还可以做成剁辣椒 这种菜是叫苦瓜 它的味道是苦涩的 也是我们当地人都喜欢吃的一种蔬菜 它既可以做菜 也可以用来做一种小吃 这个是我们这里当地的一种水果 叫板椅 那种烤的那种水果 对,可以这样吃 它在果实在里面 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苦瓜 就外面那个 对,是做成的这种小零食 感觉怎么样 不苦,好吃 有点辣味 像这些都是我们当地的农夫做的一些农夫产品 哇,好正的味道 是打成了混的 还有这种泡椒 泡椒也是我刚才就是那种生的辣椒 是石头画 是我们另外一个层夫是穿一些农业人画的 这个是泡茶的 泡茶喝的 也是我们这里的一种特产 这个就够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